歡迎收看,羅 郭芬芳 我是羅 郭芬芳 我是羅 郭芬芳 歡迎光臨羅 郭芬芳 我是羅 郭芬芳 我是羅 郭芬芳 我是屁熊 我是屁熊 各位大家晚安 大家好 在後面是東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東東 1 2 3 4 太差要脫掉了 大家穿起來不行 這樣我沒有辦法主持節目了 老師冷靜一點 我們20歲的時候 台灣很流行的就是 什麼東西 少男偶像團體 對 是吧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是從日本傳來的嘛 日本那時候有色士子 少年隊 對 所以台灣那時候有 小虎隊 還有 紅孩兒 還有後來的 那難道說這些偶像 他們都不會變老嗎 他們都是妖怪嘛 說真的 有的還真不會變老 其實他們 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來講 他們算是表現非常優異 對 當然 那現在呢 有一些團體已經解散了 那是不是 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呢 那難道偶像團體單飛之後 每一個人的際遇都非常的好嗎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歡迎 我們的特別來賓是在 偶像團體界裡面來講 應該算是 元老啦 元老 對 沒錯 歡迎 趙克帆 小馬 一般人對於偶像的印象 都是年輕俱美 以及用不完的經歷 好像偶像本身就是個完美的化身 難道說當個偶像 就永遠不會凋零嗎 當偶像老了以後 都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今天國王幫幫忙 我們請到 男子偶像團體十足 張克帆 小馬來幫忙 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偶像老了之後 是長成什麼樣子喔 大家好 好厲害 大家好 大家都看到這兩位 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 還好吧 OK啦 小馬 小馬 對 小馬沒什麼變 克帆 這樣子也沒什麼變 克帆沒什麼變 沒有變 克帆 我跟你講 對 可以拿下來嗎 好累 誰不會變胖 變胖是死不棄 真的喔 像有些人是被獸皮猴 但我們是精狀好不好 對 精狀... 好 那一來呢 我們要先最狠的就是什麼呢 看看以前是不是 先看以前的照片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先看小馬 首先我們看的是 SB...DW 對 Shubidua Shubidua 這是已經是第二代了嘛 這是第二代 對不對 第二代 第一代有憲哥嘛 憲哥離開了那一... 憲哥離開的時候 這一代呢馬上入圍金曲獎 這個怪獸是憲哥喔 沒錯 他這個SBDW是什麼的簡寫 這是每個人的特性 Super Super B Super是誰 Super是憲哥 然後我是Bad 壞 然後另外一個那個 劉根宏是Dangerous 危險 因為他覺得他有電眼 哪有 小鐘呢 小鐘呢 呆 狼 狼啊 對 色狼的意思 S這個意思 看得出來... 你看當時的那個 偶像團體走得非常 你知道 清新 清新的風格 而且自然的路線 你看到沒有 沒什麼表情 站在一個海邊 無所事事的一群人 從中間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小馬的頭髮 在當時非常的濃密 好不好 你看 頭髮是多 你現在的頭髮多 還是那個... 那個誰 我們那學弟多 那個庚宏 庚宏 我的頭髮應該算比他多 他上次來也是戴個帽子 你這次來也是戴個帽子 我的頭髮應該算比他多 是嗎 對 對 但是實際上看起來的話 他比我多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看一個 很辛酸的照片 為什麼這樣講呢 大家講看紅孩兒時代 好帥 好辛酸 柯凡... 柯凡是在哪裡 柯凡在第一個 你乾脆放... 你乾脆彈心如刀哥算了好不好 你看看 柯凡... 柯凡在最前面 柯凡好瘦 你看當時是非常炫的造型 你看看 六個人現在還在業界的只剩... 四個 馬國賢 四個嗎 張若君 若君 還有這個... 還有你 我 湯俊佩吧 湯俊佩還在業界 海倫啦 海倫嘛 你看這一張你看柯凡當死的臉 Cue到一種 對...誰沒有過去了是不是 誰沒有屁股 然後這個時候是出單飛的時候了嗎 這自己出的時候 是單飛的時候 就本身那個時候是這個 亞洲最受歡迎 胖歌手的前身 了解... 這是一個做美食節目 不是喜歡約妹妹吃飯嗎 真的假的 對啊 中餐就約... 從早餐開始約妹妹吃飯 吃到宵夜 你現在應該不是最胖的時候吧 不是...對不對 我最胖快要 九十公斤 九十六 現在八十六 那我這個時候 我那一張時候是七十六 對 為什麼都是六 這樣算是一種全殘的一種現象 對...我出道 能夠這樣 出道都很久了 沒有胖過 不知道胖子會被受到什麼排擠 但是他始終發揮了 殘而不廢的精神 我哥還是唱得非常好 對 殘而不廢 你九十六 我覺得男人沒有170公分 也算是輕度殘 OK啊 對不對 不能這樣講 來 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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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這個東西 我真的還比你高呢 屈哥 不要這樣 你先來看到以前的照片 會不會覺得很辛酸 我個人會 我不但覺得辛酸 而且覺得 自己真的是 怎麼會吃成這樣 可是他也不錯啊 你可以從九十六 現在瘦到八十六 你怎麼瘦的 失戀 失戀 對 你也知道我們這種難過期待 一個月 又回來 每天派對 又胖 小剛你 胖的時候 瘦下來也是因為失戀嗎 沒有 我是那個 一個個性的一個自覺 如果每個人都是因為失戀 就會變胖的話 那榮祥的失戀很慘 沒有 我失戀 失戀是因為多變瘦 失戀變瘦 但是本身個性比較開朗隨和 對…試著做 喜歡搞派對 其實像克帆 跟我們大概出道年齡差不多 才十六歲出道 以前張克帆 那個年輕瘦的時候 我們姑且先不要講他的歌聲 因為他的歌聲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好聽對不對 當時有很多的女生跟你釋愛 你說 很多 滿多的 范小軒啊 真的喔 這樣嗎 歌迷啊 大小S啦 厲害了 吃了要齊全 怎麼自己爽呢 他不是... 你講一些 杜詩梅啊 我就不會爽 這幾個是... 這幾個單身是你的粉絲 對...是歌迷 還有陸嘉儀好像也是 那講到這個 嘻比多娃會不會有點 就是比較心酸 不會啊 為什麼會心酸 因為你們其實 我說實在 其實一開始 你們嘻比多娃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被憲哥影響到 比如說在做宣傳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是那麼的 可以放手去做 對啊... 那有些場子的時候 他不一定能到 包括我們這個 接受這個產品代言的話 就...人家會因為 年齡層差太多 憲哥一個人比較成熟 但那個時候我們才是 剛出社會的 算年輕人 所以產品形象 他沒有辦法定位 就沒有辦法代言 也沒有辦法拍廣告 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去校園演唱會 因為憲哥那時候 手上有七個節目 所以我們就帶著 憲哥的人型力排 代表說他有到現場去 是這樣子跑的 所以說憲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被你們踢掉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說 大哥要帶我們這小弟 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滿容易一下子 讓大家接受 因為憲哥名聲大 所以我們很快就被大家接受 不過兩年之後 我們發覺說 其實原來大家不認識我們 大家只知道 你們是修比都華 憲哥旁邊的某一個人 但是叫不出名字 他們才真的算是偶像團體 對 我們其實出來的時候 不應該叫偶像團體 因為我們是以歌聲 實力美聲型男團體 對… 謝謝… OK… 他被請了 憲哥賣最好的一張大概是多少 初戀 賣了多少張 大陸四百萬張 卡帶 四百萬張 我領到百歲 領六毛的十分之一是多少 六禮 乘以一百 乘以四百萬 那台灣 台灣最好是四十五萬 四十五萬 很厲害 那個OK啦 因為有時候 在那個時期 我們常常碰到台語歌手 那時候台語賣更多 就是那種夜市都卡帶有沒有 那個要盜版 盜版上都覺得很麻煩 因為盜版卡帶嘛 是後來CD 結果說你們那個歌手 怎麼都沒看過了 結果他就說 賣不好 被冷凍 然後賣多少 二十萬張 被冷凍 那請問你就知道 你為什麼沒有下一張了吧 我有兩張 兩張嗎 我們那時候跟你們不一樣 我們不看銷售量 我們看什麼銷售量 我們是在做功德的 那時候看 然後帥勁 看帥勁 帥勁 耍狠 帥勁 對 對不對 一支脾氣不好 奇怪 怎麼會有個歌手 這麼兇 這麼生氣呢 上台都不爽 我不想唱 大家 那請問一下 嘻嘻嘻嘻 我們那個出道的時候 已經遇到盜版的問題 所以我們賣了最好的一張 大概有十萬張 十萬張 在那個時候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片子 還不錯 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跨年的時候 到高雄去 一個演唱會 是很多 等於是拼盤就對了 很多的歌手 那時候因為 可能是因為憲哥的關係 我們還擔任壓軸 那一場有十萬人 對 第一次覺得 自己好像很紅的樣子 因為底下還真的蠻多人 舉修比杜華的牌子 不過翻過來呢 是別人的名字 因為那個你知道 歌迷他們都會拿板子這樣 翻過來翻過去 不錯了啦 我從來沒有看過人家 舉板子 陀宗康三個字 現在應該有啦 因為那個陀不會寫 對不對 憲哥有跟我們說過 因為他們那時候 常常去接什麼減產 如果你單請憲哥 可能一個人就五十萬 可是請修比都華 加憲哥又加其他三個 二十萬 很奇怪呢 那這樣很矛盾喔 然後二十萬除以四 對 是憲哥自己講的 也不錯啦 二十萬除以四 憲哥又話偶爾聽聽就好了 我也是覺得 對... 你看 像你們是分屬不同團體嘛 不同 但我們兩個是高中同學 真的啊 同班同學 學長 我是高他一屆 高一屆 對... 所以我們那個高中最帥 就這兩個 當時 我都不敢講 我都不敢講 只不過他以前打了一個碼子 然後這碼子是學校的校花 後來這碼子還跟他講說 本來我要跟你在一起 本來是要選擇 跟小馬在一起的 本來被他有截圖仙燈的 就是來跟我打聽 就...小馬有沒有認識嘛 這招我常搞 譬如說這碼子... 你常搞 我常搞啊 雖然你喜歡小康 那你就跟我問 就是小康這個人怎麼樣 對... 問啊 來 小康這個人怎麼樣 小康個性不錯啊 個性不錯 然後人又大方 真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錯 我都會搞那個 真的喔 真的 克凡真的 其實你知道嗎 他是情歌王子的一個形象 不過因為我跟他私交還算熟 有時候晚上去喝酒 喝醉的時候 他真的是原形畢露 他知道一喝完酒之後 旁邊你帶了馬 他也把... 電話留一下 我們就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在那邊 他被剁影樓說 奇怪 這傢伙怎麼回事 我們誇了馬子 然後被他... 電話留一下啊 不是...他這樣要就猥褻了 直接講 他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 你看 可是我很陽光的喔 還陽光耶 我還幫你打超壞的 我跟你講 你不行 女生 沒事還幫你打燈對不對 來 東東來示範一下 真的 比如說... 你說你要牽手 是 牽手你如果兩種 你看 我就直接 好不好... 光明正大 那像小馬這種 好可憐 所以說 還不一樣招是 偶像團體老了以後 都要變成諧星與色狼嗎 其實我本身就有個個性 我以前... 因為我歌曲本來就很喜歡開玩笑 喜歡講笑話 開黃腔 講一些高級幽默的比較... 比較幽默一點的歌 的笑話 那可是我以前唱的歌都是什麼 瘋得淚啦 什麼用盡一聲的愛啦 初戀啦 那種的 那我比較很正經的唱 那下了後台就跟大家打屁聊天 所以我覺得我音樂 一直都是做錯的 所以你那時候在 紅孩兒子的形象 其實很ㄍㄧㄥ對不對 滿ㄍㄧㄥ啦 很ㄍㄧㄥ喔 對 如果遇到一個個性的話 真的很難耶 你這個克凡這個形象 有沒有幽默跟搞笑是兩回事 那當時你們那個 紅孩兒子的隊長是那個 馬國賢 團長 團長 馬國賢 憑什麼 因為他年紀最大 是喔 他除了年紀大以外 一無十分 真的 人家馬國賢長得也挺帥的 他就是那種標準 抬下一條龍 抬上一條蟲 是 那那時候最紅的是誰 團裡面 以歌迷信件來說是 我跟韓志傑 韓志傑 就是海倫 海倫 海倫帥 對 然後就必須要分一些歌迷的信件 塞到馬國賢的信箱 真的可憐 所以基本上來講 馬國賢跟馬國賢差不多 對啊 那你們呢 小馬呢 什麼 憲哥不算 憲哥不算 其實我們三個人滿平均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 完全不同的型 一個是健美型的 跟黃就很健美 而且他真的長得滿帥 那小鐘是絲紋型 他有才華 那我是只有個性 比較有一點叛逆這樣 那時候我就把我自己定位在 那個Robin Williams 那種極數 你知道嗎 Robin Williams 等一下... 有沒有 然後搞極限運動 對不對 其實小鐘醫師來講 是一個很悶騷的嗎 小鐘啊 小鐘為什麼我說他悶騷 因為你們看他這幾年的變化 就知道 其實一個人如果要反彈成 這麼大的一個轉變的話 他肯定以前悶翻了 對不對 他以前悶悶悶 因為他不敢 然後以前我們主持的時候 他都不講話 他很容易領主持費 整場下來只要 他嘿嘿 他就領主持費了 我跟東哥兩個人搞了都半天 有沒有 那個時候什麼校園美女照過來 其實有一陣子你們在校園 其實蠻非常好 對啊 還不錯 那個時候在校園打下一個 就有影響力 對 有一點基礎 那小鐘後來就 慢慢慢慢傳 就是在憲哥旁邊學 康哥也教他 他就整個人轉姓了 開始比較放 那修比杜娃裡面 有沒有像馬國賢這樣子 就是常常會有狀況啦 或者是會放炮啦 走音啦 應該是 比較... 比較有問題多的是更宏 更宏 更宏他練什麼東西都很認真 然後我們也是 第一次就是你剛剛拿那張專輯 是我們第一次 第二代的修比杜娃的時候 四個比較年輕的 大家開始要練舞蹈 有一首歌我承認 然後大家就跳舞 跟我每天集合大家 因為他是團長 每天都很準時 五點一定要到 練到晚上八點 練三個小時 結果呢 每天練 練兩個禮拜 一上台他第一個錯 但是他不會突出口 跟這種人沒有辦法相處 你知道他第一個錯 很奇怪 然後常常唱歌走音 要不然就唱錯歌詞 第二段的唱成第一段 第一段唱成第三段 他常常會這樣子 古練不等於有天分 搞不懂 我搞不懂 我覺得他還是適合當 武打明星比較好 等一下 克白你剛剛說 你受不了這種人是 受不了更宏還是小馬 因為他們團的 劉更宏跟我們團的 張若君本身是好朋友 為什麼呢 若君他...我覺得他是現代 他在古代他應該是 阿基里斯 他是攻破那個 特洛伊的 赫克特的那個 把特洛伊王子殺死的 就是那個 布萊德比特演的那個角色 對 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 他是神話般的人物 那我為什麼覺得 他是阿基里斯 或者是說古代英雄性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們 我們其他五個人很像 皇帝旁邊的弄成 真的喔 對 比較好相處 我在我們團裡面 我還覺得我是要食客 不然有個問題好了 比如說我們是一個 偶像團體 然後比如說呂文婉 來問人 有沒有女朋友 有也要說沒有啊 當然 要不然就是說工作太忙 來不及對不對 沒有辦法相處 那年代的偶像 難道我真的說去什麼 騎摩托車夜遊嗎 對不對 好 大家就講沒有 我是有 我那時候有 但我說沒有 就直接就是騙人嘛 那到了他 就問他最後一個 他就會說 我不像他們 有 都說沒有 沒有 沒有 就出賣了 出賣了其他 沒有 是真的沒有 偶像團體在某一段時間 在當紅的時候 你們都會有假想敵嘛 對不對 那你們當時的 紅孩兒假想敵是誰 小虎隊嗎 草猛 草猛 對 那個時候三個團嘛 就小虎隊 紅孩兒 草猛 草猛 那請問豬鼻竹蛙的... 我們那時候好像還沒有什麼 跟我們一樣的 之後 後來出了一個蟑螂嘛 EPEAS 就比較跟我們四個人差不多的 那其他都兩個人 什麼中間份子也沒了 動力火車也是那個年代的 張凱先生 請問一下 你還記得你以前的舞步嗎 有跳舞 你沒有笑的資格嗎 我們光看身材 就可以笑半天了 我們還沒有資格 來 給他一個音樂 對 可是那個時候的舞步都是這樣 可以啊 那時候都轉去 跳舞時啊 看你跳舞真的覺得好心酸 他如果巴尾銘胖的話 就跟他一樣 巴尾銘的批尾 其實我也會 真的嗎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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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不來 不要 不要 留口飯給包大根吃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一個起得來 一個起不來 還有一個不一樣 可以下得去 但是要拉起來 沒有整個地面的震動不一樣 對...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比較... 沒有那麼猛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什麼 先是... 我忘記了 老師 音樂 音樂 對啊 要不要快一點 再快一點點 再快一點 這樣 好像先是這樣 然後過來這樣 這個圈都很會 你有句話... 我哪有這個 但是我們沒有轉圈 你沒有轉圈 你很會就動肩膀先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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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滑大步 滑過去 再滑過來 對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是不是這樣 沒錯 那個團體應該要加入 你們那個團體裡面 誰跳舞 跳得最辛苦 小鐘吧 小鐘啊 因為他手腳不是很協調 怎樣 不是... 球很亂下流 他整個弄完還要做一個 結尾的 你夠了沒有 這個姿勢會以前是劉更鴻做的 真的有這個姿勢喔 劉更鴻只要鏡頭一過來他就... 而且他是不是也很用力 沒有 因為劉更鴻他是一個 非常有愛心的人 他練肌肉雖然說很發達 有一次我在中東路 這個延吉街口 遇到更鴻 然後我要去這個健身房運動 我說更鴻 他就...小白等一下 我扶導人家過馬路 然後我說這個更鴻很有愛心 他就這樣 扶老人家過馬路這樣 坐 你知道 你會太壯 扶老人家過馬路這樣 扶我說 他真的有愛心喔 對啊 但是他一定要把肌肉 撐起來扶嗎 你問他幾點 跟我幾點 六點 他是肌肉... 廁所在哪裡 對... 對... 沒錯... 請記住 劉更鴻跟張樂豬是好朋友 對... 這個我可以穿 他們真的穿一扁 我跟你講 劉更鴻太健身了你知道 他睡一間真的很煩 每一次在那邊 復醫生 學長 你不做嗎 不用 我自己做 就很煩的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段 非常心酸的VCR 請看 對... 我自己做 你想要你 你拍什麼 在那邊 你拍什麼 我自己拍什麼 你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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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意 你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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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什麼 來 張先生 克帆 你們那個年代一定都要揉嬌嗎 一定都要可愛的動作 這樣嗎... 你現在給我做一下那首很陽光 來 唱一下 來喔 對啊...很陽光... 我沒辦法有那種聲音啊 我聲音已經... 沒關係 做表情就好了 音樂來 動作而已嘛...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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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我現在聽到那時候我自己的聲音 或是那時候的表演啊 都會覺得 十六七嘛 我那時候要不是當偶像團體 肯定是個不錯的gay 你們這兩個 一個美聲團體 一個偶像團體 解散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不是耶 嘻比嘟啊呢 嘻比嘟啊 我覺得你們其實是各自單飛的嘛 對啊 因為...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 那個...憲哥有個節目叫 Jacky Show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喔 還沒有康康跟 許潔輝NoNo之前 我們好不容易搭在憲哥旁邊 去搞Jacky Show 然後裡面好像只有我在搞笑 結果呢 更鴻跟小鐘 因為一直不搞笑 撐在那邊 撐在那邊 結果因為那個尺度比較寬 Jacky Show的尺度比較寬 那我想說 跟主持界大哥大搞主持也滿屌的啊 對不對 搞不好也是一條路線 結果更鴻跟小鐘 然後就居然開會 他們的決定就是說 跟憲哥請辭 他們跟憲哥請辭 他們跟憲哥請辭 講說我們不適合做這樣的節目 所以我就跟憲哥就... 就離開了 開始有康康 NoNo 許潔輝 進來站那個位子 要不然的話 他們算是我們的師弟 不是說我們 因為他年紀大 我們叫他師兄 但其實以公司來講 他們比我們晚進來 康哥你一定知道 有些是卡位 那我們就說 好不容易站到位子 又自己請辭 把位子移出來給別人 帶狀節目耶 那時候對我們小朋友來講 帶狀節目是很賺錢的一件事情 當然... 對啊 然後後來就想說 好 你們的志向不是在主持 那我來弄主持 所以我就開始去 校園演唱會主持啊 然後校園美女照過來的時候 一開始製作人想說 小馬好像比較會主持 我是把憲哥的某一部分那一套 趕快拿來用 然後到校園去弄... 後來發覺就是說 其實小鐘很好笑 他是渾然天成好笑 那更鴻呢 還是繼續的辦帥 還是撐著 撐到現在還在撐 然後好不容易被他演到 一個華視的八點檔 情人看招 結果呢 好此不死 擔任男主角的位子之後 馬上那個收視率不好 然後相繼而來就F4 四個帥就出來了 一比較在 又年輕 又還很帥 你知道世代就交替掉了 當場就突出了 其實我變胖也有這個原因 因為我想要把我的外型跟 宅宅座的區分 對 你又要跟宅宅座區分 已經區分出來了 對啊 很明顯...OK 其實劉跟鴻可以做那個 誰的接班 誰 那個... 楊雄 好好笑 這個表情 真的耶 楊壯哥的神 楊雄可以啦 楊雄... 你真的是 那個什麼司令那個 黃仲坤 對...黃仲坤 對啊 其實有製作單位的人呢 因為貴節目 曾經有想過說 把修比杜華再集結起來 他說反正你們三個 以前也是partner 然後又有一點默契 他說跟鴻 結果後來詢問之下 跟鴻不太願意主席 因為他要跟鴻 但他這樣太想不開 你來 你不要講話 在旁邊一直健身 然後見面照做對不對 各種動作有沒有 然後你們組織... 好 現在是練二頭肌 然後看一下要繼續練 這真是一個好爛來的 對 你覺得嗎 你覺得嗎 這一點我跟你的邏輯在一起 對 那當時你們的解散是因為什麼 當兵啊 你叫兵單啊 因為你一走了這個 紅孩兒就不再存在了 是的 然後你回來以後才單飛 然後我們還更見 怎麼樣 我自己叫兵單 然後另外一個是馬國 我以前跟王海倫叫兵單 我說合約差不多結束了 一會兒 大會兒 趕快記下純正信函 合約都有一條嗎 因為滿前三個月 你要記純正信函 要不然仕同續約一年嘛 一年 可是你就去當兵了 那一年就過了嘛 反正你在當兵啊 想說 那我們這個是還是法律條 我要把它弄好 弄清楚 那時候常常看一些什麼 爛港劇什麼一號黃庭 就記...大家都... 主唱就記了 大家都一起記 然後我最見的是什麼 退伍 退伍以後立刻回到 原公司報導 厲害了吧 厲害... 所以說你才有單費那張專輯 對 當初你們是... 就是一個團體嘛 那團體因為譬如說上節目 拿的就是跟我們個人 一個人是一樣的 價錢 有時候宣傳上面更慘 譬如說你們那時候六個人 1350 對 六個人分1350 1350除以6很奇怪 因為1200除以6是不是200 那多150就兩個人要分50塊 每次還要猜拳 贏的人拿那50塊 好可憐 你們不會累積一個月之後再分 然後每次都... 我們都是累積一個月之後 再把它分掉 要不然1350分多難看啊 但還好憲哥那時候 因為體恤我們 所以已經錢賺不多 所以他...老大他不抽 他不分 1350讓我們分 然後我算過 休比都華出道兩年 大家以為說 不是... 大家以為說 小馬當明星 很多朋友講說你當明星 哇 明星光環 身上穿得很爬哩爬哩的這樣 一定很賺錢 結果呢 我算過來 一個...一年當中一個月的 我平均收入是一萬八千塊台幣 一個月啊 後來接了夏宇美女之後才轉 有一點主持收入 那你們當初就比如說拆夥之後 會不會覺得說通告比較難上 不會 還好 反而更好上 是嗎 因為你才能夠表現你自己 以前可能上節目的三個人 我要顧... 我講這個話的時候 結果要顧到他們兩個在想什麼 這個團體還要有一個團體的形象 不能說我一直在那邊講的 講的跟真的一樣 後來我是走沒尺度的 就是沒有尺度限制的 才冒出一點點頭角 因為我上節目很敢講 我就...什麼... 然後綜藝節目就很喜歡 找我去談話節目就去上 然後比較...比較有效果 那小鐘後來就開始 他是搞冷嘛 冷... 冷到後來有...地位在 那跟紅比較少上 那張克帆 你們那時候單飛之後 你就已經撇開那些包袱 一個人獨自往前前進 沒有...我這人像很益氣 我都...常常會... MTV也找他們回來拍啊 當男主角什麼的 好益氣喔 好益氣喔 不是說他益氣 對啊 剛剛不是記純正經常 大家都記結果你最後 千父也討厭 我哪裡有前父搭啊 好不好 對啊 反正我們這個不益氣的胖子 我們先把他擺一邊 來 小馬請到中間來 來... 小馬這個模仿已經厲害了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其實呢 真的會模仿我們比不了台哥他們 當然啦 郭哥他們太厲害了 可是我們自創一個模仿 而且歌手界你們是厲害的 好不好 自創模仿 我們首先 從我們藝人開始 唱名來好了 對 可是... 你這個... 反正... 你的特色就是下巴 模仿了所有人 你破桿了 沒關係 這段先重來剪一下 直接講好不好 直接講喔 首先從... 陳維銘 側面 換腳 什麼態度... 什麼態度 好 李登輝 李... 好 周華健 好 李小龍 好 你這個感覺就是 大家都一樣是不是 對... 你注意看喔 李秉輝對不對 李秉輝 好 我為你的表演下了一個評語 是 以上都是陳維銘 只有最後一個是 陳維銘閉上眼睛 就李秉輝嘛 李秉輝這一招我想很久 我想說怎麼樣突破這個表演 這個唯一下巴你知道嗎 因為維銘哥他是 東區無敵下巴 我對他下巴很好奇 相當有研究 後來有一次是因為 有一次是因為 要錄過年特別的節目 憲哥突然就打電話來了 每個人要準備才藝 小馬你就負責模仿 我哪會模仿 我怎麼知道模仿什麼東西 當天晚上整個晚上 沒有辦法睡覺 第二天我就跟憲哥講 憲哥 憲哥 想說真的嗎 陳維銘 李都會憲哥就把我同發 但是那一集還有效果 所以是另類模仿 好爛喔 他 要不然你來 你來啊 你也可以啊 榮祥 這是什麼 你可以啊 你一定可以模仿五個棒子啊 不是 我... 這個跟我變魔術有什麼差別 那我來變 那你會變呢 魔術開玩笑 無間是有變而來的 你準備了什麼呢 有沒有 真的假的 這個是 繩子 繩子啊 繩子魔術在這個魔術界裡面來講 是基本功 有沒有 兩條 長短不易的繩子 當然還有一條最長的 最長的在這兒 五 四 五 五 OK 還真長耶 三條 好不好 當然啊 注意看... 這三條繩子 來 檢查一下... 不要啊 好 三條繩子 好 三條繩子呢 馬上喔 話不多說 就要把它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一樣長 一樣長 小康哥在這邊 你應該可以仔細的看 這絕對不唬爛 這絕對是一個魔術 魔術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兩條 不用回來了 注意看喔 有沒有 第三條 有沒有看到 這個則 只是一個魔術的一開始 是... 我第二個魔術真的更厲害 長短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 跟你媽講說你又來錄節目 快點 給她一個鏡頭 給她一個鏡頭 第二個魔術 是 真的 康哥 多大點久... 養了 這一招很厲害了 有沒有看到 一包煙 一包煙 而且呢 為了要證明它是 剛買來的 完全沒有開工過 裡面呢 當然就是香菸啦 完全剛剛開的耶 剛剛開的 厲害... 請這個小康哥把香菸 拿開 香菸... 對 通拿走 這個魔術 我在家裡面練了很久 對啊 還差一個 好 謝謝 好 仔細看 現在這個煙殼呢 裡面的煙已經空了對不對 空了... 仔細看喔 仔細看 各位觀眾 我只是跟你做個下 仔細看喔 然後 然後 放在這裡 垂屏喔 垂屏外對不對 好 注意看我的腰喔 看到沒有 這邊有一包 你公主一定白白的喔 這也是魔術啦 對了 你看 一包完整的香菸來了 張仙 你還真的坐下去 你回來 要不要拿個骰鐘給你啊 不是 就快要電話了 兩位 好 接下來 張克凡表演 被愛心小手打死 來吧 坐好 好 家規都忘記了 不過小馬剛剛的表演滿好的 他先從一個真正的一個魔術 然後變成一個幫幫你 白爛的東西 可是我們這十根菸 待會兒要記得領域 沒有...請攝影師... 鏡頭待會兒只要咔到我這邊就好 好不好 OK 客凡也會表演魔術嗎 不會 我不會... 你不會啊 客凡不表演魔術 不用 我們這種這樣 客凡剛剛已經在表演了 結果被我們阻止 你知道嗎 對 我等一下就把東東變不見 他們兩個這種行為 他們一定是把妹高手 繳獲歷史一流的 對 這沒有... 哪里算把妹高手 他們一定是淫亂大王 你知道嗎 那不是把妹啊 把妹還是高漲啊 淫亂大王 真的只有洪奇德沒錯 小奇才真的淫亂啊 今天如果說唱片公司 柯凡 希望你再發片 然後要你減肥 減到15公斤 減掉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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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招的是不是 我已經簽了唱片 明年三月發行 到現在還沒有開始減肥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真的很怕唱片公司 對 老闆希望你減肥 拍起來像原為人 明年快到了耶 對 而且我還有一首歌 是要跳舞跳一跳 然後後空翻 繼續彈琴 真的喔 那比較像溫金龍 會啊 分開來做都OK 這跳舞這不OK 因為胖嘛 你胖你有個肚子 到舞廳大家現在都跳 像那種佩婿都這樣跳有沒有 女生就屁股這邊 我們這種只能搞搞這種 肚子很難搞 其實講了這麼多 其實克帆他雖然是個性 很開朗 很快樂的 但我們現在就要聽聽他 來唱歌給大家聽 因為他唱歌真的很好聽 好不好 來 請開始 馬上來進行咱們 國光的音樂教室時間了 我們馬上來聽聽看 張克帆的現場自彈之唱吧 wegenthe 冬天 stole humility 製詞 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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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 曲名 跟陳柏 唱會 演唱會 以前 穿個 你沒有捨不得我 你說你也會難過 我不相信 牽著你陪著我也只是曾經 希望它是真的比我還要愛你 我才會比自己離開 你要我說多難堪 我根本不想分開 為什麼還要我用微笑來帶過我 我真的沒有天分 安靜的沒這麼快 我會學著放棄你 是因為我才愛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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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動什麼 流淚耶 OK 通常在家裡是那個鋼琴椅子有沒有 了解 把它放直的 就正確了 因為東東那個時候就會坐在我後面 就會看到怎麼彈 怎麼彈 有沒有 從後面環抱著你 對 東東真的哭泪 大概是這個意思 大概是這樣 但是東東的頭就會在這裡 直接東東來了嘛 我來幹什麼呢 來 來 不是 因為椅子 你為什麼哭 你要坐這裡有沒有 坐這裡 來 坐這裡 來 坐這裡 好 誰以為我太愛你 東東你在看什麼 OK 東東你在看什麼 OK 好 先回去 OK 鏡頭前面這樣看你一下 東東都哭了你看 真的 真的 你現在換我了是不是 馬哥來一個 好 我唱那個《把你藏起來》 杜德偉的一首歌 OK OK Pies 你藏起來 藏在胸前的口袋 把你暖暖的融化 你就再也離不開 我要把你藏起來 永遠呵護這份愛 從此不讓別人笑 只准和我一個人相愛 謝謝 所以當年他們能當偶像 絕對不是偶然 對 絕對是有兩下子的 這個功都還在 隨便上來唱兩曲 你看 東東就哭了 小馬隨便 上來就直接唱 對不對 全民一起期待 兩位的新作品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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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小姐 你好漂亮喔 我可以跟你做個朋友嗎 拜託 都什麼年代了 還用這種老套搭訕方式 老伯伯 你這個色姑 搭訕被人家碰釘子喔 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我只是忍不住內心的澎湃 想跟他交個朋友 就把心裡的OS說出來 誰知道他這麼不上道 搭訕就搭訕 你講那麼多看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樣的搭訕 才會比較自然 嗨 你這個問題完全屢掉 你在心裡面想說 我如何搭訕是自然的 就表示說 你把搭訕這個事情 看得太嚴肅 那這個時候 女孩子就會被你們嚇跑了 可是我剛剛明明 很自然的搭訕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對我呢 嗨 你這個問題又蠢掉了 對不對 你要想想 交朋友本來就是一個 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把剛剛那句話 當成你的開場白呢 如果當時啊 你講的是 小姐 你今天好漂亮 小姐 你的包包好正 小姐 你好會搭配衣服 這樣女孩子就有興趣 來跟你們聊天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啦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女生 有一個陌生男生 來來跟你搭訕 你不會覺得很怪很突兀嗎 當然不會啦 你想想看 其實在街上有一個女生 長得像林志玲一樣 她過來跟你搭訕 你會覺得很陌生很怪 而不跟她講話嗎 是不是 那你不懂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去搭訕的時候 其實心裡是不用太在意 不用在意是對的 但是 你不能完全沒有準備 這樣好了 我來考考你們倆 現在你們兩個面前 有一個正妹 然後你們要上去跟她搭訕了 你們第一句話會講什麼 我知道 我先講 好 你先 小姐 你的雙腿一定很累吧 雙腿很累 這是一個很棒的 不同的邏輯 但是為什麼會很累呢 因為 你在我的腦海裡 已經跑了一整天 這就要爛透了 這種剛捏透得出來 很厲害 像你來講 我會怎麼講 小姐 可以借我五塊錢嗎 又是一個很特殊的邏輯吧 為什麼要借五塊錢 因為我想打電話跟我媽媽說 我今天遇到一位爵士大美女 妳是豬啊 我看妳嘴巴乾脆咬一顆鳳梨蒜 好漂亮的女生 還有氣質 還有感覺 好整體美喔 來 你們兩個來搭訕一下 哈囉 小姐 你好 馬漢 你好 嗨 嗨 小姐 你好 你好 妳成年了吧 我成年了 對啊 我最近常常在樓下面攤 看到妳一個人吃飯 妳怎麼知道我都一個人吃飯 妳在跟蹤我嗎 不…小姐 她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都覺得妳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呢 妳如果裡面那些白色的不穿 妳會更性感 你是變態啊 我要報警 你 不是 你們兩個太爛了 一個去講一下痛苦的 都一個人吃飯 那很痛苦 你又講什麼 把你們白色的脫掉 你幹什麼 你變態 你色啦 我要報警 可是我覺得我態度很自然啊 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對啊 難道我的開場牌也錯了嗎 我知道 睡覺吧 隨便的 我按摩摩摩摩 夫妻之間的性生活 是不是會有些微的轉變 等一下 你們會不會有暗號 對啊 待會兒要那個啵啵啵啵啵啵 是類似的啊 那簡哥已經更神秘了 練球 我就一乾氣洞了 對… 常常就是自己處理 是嗎 看著老婆 的照片 表示誠意有沒有 我現在是想著你喔 如果我這樣 你一定不翻臉啊 你竟然到我面前這樣子